像是這個 它裡面就有我剛剛提到 它的 QAXING的小紅瓜萃取精華 而且它是 它是研究證實 可以 新加一個成分叫做 純度有達到 含量都升級 所以它功效自然也升級 這個問題 那個新成分在哪裡 可以找得到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OK 像是這個 它裡面就有我剛剛提到的 它的 QAXING的小紅瓜萃取精華 而且它是 大家看到盒子上寫Plus 它寫是成分 含量都升級 所以它功效自然也升級 我們先解釋一下 我們把人體想成一台汽車 我們要能夠開得動 我們平常要加油 就像人要補充關鍵的營養一樣 你要能夠跑得穩 又跑得好的話 需要怎樣 大家車子平常會怎麼樣 保養 定期的進場保養 所以我們需要舒緩這個動作 所以在選擇一些關鍵的 保養品的時候 就是要 才會有達到它的 我們說保健的效果 是 像它這裡面先說 舒緩的部分 它有三大成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QAXING的小紅瓜精華 它是研究證實 所以你不會不舒服之後 你就可以很開心地出去活動 所以它可以 第二個就是它有足量的UC2 這UC2是來自雞胸軟骨 UC2它是目前研究證實 最豐富的成分 它是我們說的 非變性的第二型膠原蛋白 對 第三個它有 橄欖果萃取 而且它純度有到10% 是 所以它可以讓我們的舒緩 效果更加加成 再來第二個 我們說要補充 補充關鍵的營養 它裡面有 鮭魚皮軟骨的萃取 它就可以幫我們補充 再來它有 大家女生一定很熟悉 它就是我們俗稱的 它來自日本白年大腸 它的純度有達到95% 算是更出難 算是更高的 對 然後第三個 它有幫助 加氧蛋白形成的維生素C 而且它的含量有增加到 就是它的含量又升級了 只是我這樣聽 它的含量有升級 成分有升級 那它的功效是升級在哪裡 有認識在聽 有 我剛剛在放空 有 很認真 有 它其實有新加一個成分 叫做 這MSM這個成分是我們平常 我們維持生活平常的行動 活動 就一定需要的 不可或缺的營養素 對 它這裡面它的純度 有達到 所以適度地補充 就可以幫我們的行動力 更加地提升 那我想問 像我這種 就是平時沒有什麼問題的 也可以當保健食品來吃 這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我們說 我們人就是一台車 所以其實你出生 就開始在算使用年限 我們車落地 就開始在開著 它就會有些消耗 就會耗生 對 所以我們從年輕 就應該要適時地補充 這些 才不會到了真的卡卡的時候 再來補是有一點點太慢的 而且兄弟 你的消耗算大的 對 要看管就不要它啦 對 對 趕快補充起來 肩膀都打那個玻尿酸 玻尿酸 吃這個 怎麼覺得自己沒有問題 妳太天真了 真的 而且它補充很方便 它就早上起床 每天就是 就放在床頭 你就不會忘記 起床 看到它有吃一顆 簡單又方便 對 好棒 謝謝方子生意 老師的分享 謝謝